在进入知识地图的特色之前 可以看到这边它有它建议要你学的部分 然后这边看得出来 用滑鼠的滚轮就可以缩放 选择零要的主题 加减 乘除 然后例如说 现在它已经交到除法了 你可以随时点按你想学的 进来 这边它就可以做打了 按Enter 然后再按一次Enter 就会进行下一题 那这边有这个笔记 你可以出来挑选你自己要的 然后在平板上就可以进行书写 或用滑鼠来书写 当然 目前还没有把笔记可以留下来 将来希望可以 OK 好 如果你学了有点状况不太会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个影片 好 这些由军医教育平台的志工群们录制的教学影片 然后你看完之后 马上我们又可以再练习这个观念 OK 好 以上介绍的就是它利用知识地图 快速地找到它想要学习的地方 那当然 我们最推荐的是越上层的知识先学好 所以你再来学下层的知识 不要跳着学 但是我们都尊重 我们都尊重 当然像这样的题目 你也可以说我需要提示 然后才得到答案 那你经过提示得到答案得到的页子就比较少 那你也可以看影片 那这边会注记它是中文发音 好 是在哪一个单元之内 那你当然可以往上去看 好 这些 这些跟加减法有关的 惩法与除法的 竖线的影片 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浏览影片 以上是介绍知识地图跟浏览影片